现在是黑夜中的这个澳门 应该是荡载区吧 明天呢就要离开这儿 这次来澳门呢一共就待了两天 为什么晚上出来逛街呢 昨晚晚上没睡好觉 昨晚晚上喝那个奶茶 我妈呀喝完之后 这一下凌晨六点 早晨六点才睡着 然后昨天白天呢就昏昏沉沉的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现在的澳门其实人不是特别多 我呢就是用步行的方式 走了几个不同的酒店 我都进去里边转着 人不多 但是啊这个青衣色 这个在堵桌上呢 今天白天呢在澳门的另外一个区域 走了走吃了吃饭 澳门不是一个 特别适合我们外地人过来居住的地方 因为这边的文化也好 可能比较更放得开 诶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吗 这边有一个叫Galaxy酒店 我都不知道我住哪儿啊 现在有点晕 我看看啊 诶我是不是就住这儿 诶 往里边走 就是这里边 我真住的是这儿呢 忙了忙了 不知道去哪儿都现在 呃从这儿往下一直走 哦 这就说通了 这边的天气啊 我还是蛮喜欢的 就这种湿热感 昨天晚上 看了一部电影 在澳门那个星空 呃就是那个星河剧院 看了一部电影 那电影那两个多小时 看了一下我们内地不上映的电影 电影票还挺贵的 一张票八十多块 八十 整个效果还行 看着看着中那儿睡着了 为什么会睡着呢 是因为太累了 在澳门这边啊 它完全不算那种就不夜城 你看大马路上就没什么人的 全在那酒店里边啊 叫娱乐城嘛 就坐在那边 我特别喜欢观察 最近这几年 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的 表情啊 那种生活方式 澳门有钱人太多了 或者说 带着钱来的人太多了 难以想象 我都看见啊 看见有些人就把 那大鹅子那个牙筑 哎呦 往庄团放 我看到一个 就好像是有什么大小的那种 一万块钱往这一升 我说我妈呀 一万 多少钱 多少人的一个月工资 一万往那一放 哎呦那人还赢 给我惊的 几分钟马上 十来分钟赢了五六万 我说这个的时候啊 你千万别开心 旁边人都在输 我就盯着 我就特别喜欢站在一个地方 看他们很多人在那玩 一个一个接着输 输输输 就我看别人输钱 看别人赢钱 我感觉就跟自己输赢一样 紧张 你要知道我们来自澳门不容易 时间不长啊 一个迁住七天嘛 到了澳门待两天就走 估计很多人想在这待很长时间 我觉得地方不太适合我 就是方方面面都不适合我 明天呢顾一车 明天直接走人了 主要是之前 能拍的都拍了 该记录的生活都记录了 这边没有太多我能记录 因为我对这个地方 不能去深入了解 我无法去了解这个事情 太复杂 我就乖乖的 回家 明天如果有可能的话 去另外一个城市 我还有一个地方 算是一个小梦想 一直没去最近 今天有着急 哎呦这雨下大了 走里边吧 匆匆忙忙 澳门待两天 本来想着是啊 多吃点东西 这天气不给力 然后我这 尤其是那天晚上 喝奶茶给我喝坏了 这昼夜调整不过来 我整天昏睡 但是还好 还好 用很短时间体会到这个感觉了 因为我的假期呢 就是这是我的假期 我假期就是几天给自己安排的 马上就要回家 过年去了 所以我 给我时间在外边玩的 不多 哎呦我 是不是到了 然后为什么不在这继续待两天呢 这个最近马上过年嘛 这个房价 这个酒店的费用太高 随便一住 随便一个房 两千多起价呀 实话说真承受无聊 之后赶紧离开这儿 如果再去其他城市的话 我觉得我这酒店持有能力 500到700之间已经是极限了 再高的话我就觉得 我这个旅行特奢侈 不能那么高 就低点 哎呀 做到了 今天这视频说什么呢 就是 我们大伙 其实你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生活 像我一样 虽然你不用记录下来 你看看那些生活 你觉得他们过得好的 跟他们学习 你觉得他们就是 经历的事情很糟糕 你就避免就行了 今天学到了 更加深层次的教育了我 这千万不能读 是吧 我看到那个人生摆态 在赌场里那个摆态 哎呀 真是无比的清晰 好了到地儿了 记得订阅关注 之后还有其他生活等着我 给大家拍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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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